你 你要干吗 臭小子 你什么来路啊 你管得着吗 我就是看不惯你 好了好了 别闹了 见了鬼了 平白无故让我体验了一把民女被抢的滋味 叶前辈 咱们萍水相逢 一无所知 岂敢劳烦您为我治疗旧伤 你傻呀 和这小白脸客气什么 你叫我什么 小白脸 我叫错了吗 找面镜子照着你自己去 秦桧张的徒弟 你不想劳烦我 那你还能活多久啊 这边不劳您费心了 他什么意思啊 阿絮 他说的是真的 是真是假 你扒开他的衣服看看就知道了 你闭嘴 阿絮 你让他回答你什么 说他自己快要死了 傻不傻一顿 是人谁不贪神 秦桧张的徒弟 你的经脉即将枯死 就如同老树打根里来 生机已决 就算是神医谷主在世 也救不了你这块朽木了 阿絮 他说的 对了那小子 你师父是谁啊 刚用的什么武功 老子这武功叫夏宇天打儿子 闲着也是闲着 找死 老温 叶前辈 别打了 眼看天就要下雨了 都散了吧 你 闯能的臭小子 你已是强弩之末 十招之内 我必能取你性命 嘴尖的小白脸 你已是末日黄花 十年之内 我必取你性命 你嘴头上的功夫 可比手上厉害 彼此彼此 你们两个松开 叶前辈 您是世外高人 也不用对晚辈赶尽杀绝吧 你们一个不尊老 一个不挨幼 这家打什么剑 生死有命 躁花在天 这末 我叶某就喜欢跟老天爷作对 解开你的衣服让我看看 看看是什么武功造成的 你什么意思 他的伤 你真能治 你是谁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您应该是长明山剑仙 师父时尚感谢 您赠剑之德 别自作聪明了 臭小子 老鬼 问你话呢 他的伤你真能治啊 你有资格问我话吗 我告诉你啊 我耐心有限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的伤要不要治 阿絮 你扒开给我看看 你松开 有完没完 大晚上的 被两个男人扯一副 成何体统 你们想看是吧 钉子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已经是将死的脉象 却还能活蹦乱跳 是这些钉子 钉出了你枯竭的经脉 不至于被内力冲断 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真是又精俏又恶毒 我自己 你自己 你 真是作死的小子 把衣服穿好 跟我来